这一刻更清晰 全新开车手机 OPPOI9S 提醒您关注本期看点 好久不见 超阳夜天 超帅 超好 超有狗 乐器玩不好的人 才会去当初 他不是这个Key 不问吧 太悲痛 蔡建阳全力 各有气场 能唱能表 作证女生寝室 歌声颜值 最爆料的寝室音乐节 还有这个脚 拉拉脸 稍后天天向上 睡什么睡起来 我已经听我好吗 我们听我说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还想要你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也就是我 我看不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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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什么睡起来 嗨 来了 睡什么睡起来 最大今儿的分开性 这些谁很快 快这次 这个에요 很多眼睫 看到了 有心了 好 好开心啊 欢迎收看新鲜又有阴仰 一夜子面膜为您冠决播出的 天天想当 今天这么多人 都是因为前送的生日 对不对 谢谢大家 收回来了 满满当当的爱 不过就是一个主持人过生日 就是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把大屏幕打开 一辆车送给你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 十年修得同屋度 百年成为好室友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 好像有一个照片特别的火 有一个手挑八分外卖的 八分外卖的 待饭哥 待饭哥火了 自个儿一个人全给吃了 你住过宿舍吗 我住过呀 当兵的时候住宿舍 那个时候天天有颁复来检查卫生 有一点灰就不行 全给吃了 我也住过 我跟我的队友呢 哦 练习生住的寝室 几个人住一间房 大概两个人一间 两个人一间 握一百七十平米 对不对 你呢 我呀 就是前一阵 那个录节目住过一回 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干一些特别无聊的事情 比如说那边那个灯 直接过去就能关 但是偏不这么关 就要从最后边 隔着十几米拿筷子 做一个十米的棍去除那个开关 就谁都愿意出来关这个灯 这个寝室里面虽然才几个人 但是大家要合起火来做一件事情 要把思想都统一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今天我们天天向上就是一个大树社 我们要把同样热爱音乐的人 传到一起办一个能聊能唱能造起来的 寝室音乐节 我们首先入住女生寝室的 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女生宿舍乐团 1022女生 我爱的小宝珠 我的小宝珠 爱的小宝珠 我来温暖你幸福 直到你尝尝的痛 直到你无心的毒 直到你笑着吃吃藏着苦 我爱的小宝珠 我的小宝珠 爱的小宝珠 我来温暖你幸福 直到你恼我让步 直到你疼我搀扶 直到你十里快来我快中 来 老懂得把你 зад抢 呼噜呼噜飘 来 呼噜呼噜飘 你有下扑着 我嘞小宝贝 咱俩是一对 爱情醉玩意 Conse 眼恋 看起来真带着 我嘞小宝贝 整对我嘞味 谁都多你我不懂劲 来陪你姐妹 我爱的小公主 我的小公主 爱的小婚主 我来温暖你幸福 直到你强强的头 直到你无形的毒 直到你笑着只是藏着哭 我爱的小公主 我的小公主 爱的小公主 我来温暖你幸福 直到你强强 直到你强强 直到你 是一块来我画中 我爱的小公主 我的小公主 爱的小公主 我来温暖你幸福 直到你强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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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你 是一块来我画中 又见了又见了啊 怎么了 咱们叫又见了呢 他是那大牛老师啊 跟薛之谦录像是节目呀 他告诉我 他是薛之谦歌迷会的 后来又录一节目 他告诉我是我歌迷会的 注意点啊就是他 一期节目换一个 那就是河南来 对 河南来 平定山 平定山 那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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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 你会用河南话唱歌吗 我是不是能歌 能唱 来 能够这个节奏 接 那片划成帽子 我了我了 此时肚里大惹天 据说已经离球离球离球 离个球离球 我是不是能歌 我就是能乐歌 不关一口走到那儿我都是能乐歌 你 种 种 那乐歌 你们仨是一个寝室的吗 寝室的名就是 还是说 还是用10年12月份成的 还有身份证后四位数 今年年初 这三个平均年龄18岁的小女孩 在那个微博上面 就发了一些翻唱的视频 然后一下子点击量上了两亿次 两亿次 两亿次 你们三个人点两亿次是怎么点的 不是四个点的吧 我们招了很多人 招了很多人 你们几乎就仨吗 四个 那个呢 另外一个在他背后 那个是 那个点击 一直在后面点击呢 点击 那个终于是负责变了 对 因为我们经常换室友 因为第四个人都是不稳定的 换室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嘴停不下来 白天唱歌就算了 你把第四个都吃了对吧 对 第四个 为什么老换室友呢 就一直在吃他 对 太吵了是吧 因为 弹牛特别喜欢唱歌 梦里也唱 还是半夜的那种 哦半夜会唱那种 哇塞 他今天过生了 过生了 怎么都原谅 现在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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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穿个黑衣服跟他三句话 这么一个吉利的日子 你穿个黑色的衣服 多不好啊 你这样再把头发变一花圈更棒了 那三个人性格不是很一样 对 你看刚才那小蓝 好像有特别放得开的 有谁不说话呢 婷婷到目前为止就没说过话 对 其实也想说话 婷婷 大牛话太多 我主要是 婷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打妞 最多人追的一个 最多人追他 是欠别人钱多吗 还是什么 追债啊 男孩子喜欢他 然后特别强迫症 他现在有男朋友吗 他现在没有 一天卷好几次 他就每一会儿 你那麦哥 我跟帕罗蒂似的 怕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婷婷你说说看 是我们宿舍的宝宝当当 你去不会卖萌 你去撒娇 就你 你去撒一个要不然 今天你给我生日 哎哎 撒娇啊 就是大牛对我撒娇是吗 不是 不是那种撒娇 就是那种说话那种的 我会用眼神 比如说我想 叫别人帮我拿个东西 我都会这样 拿 别人不懂你 只有我们懂你 就是呆萌呆萌 呆萌 因为他那个样子 他那个脸型啊脸蛋啊 哎呀我实在不敢想象 那个大牛呢 第一位正 你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的室友必备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是颜值高 对颜值高 对对对对对 不要再来第二个大牛 其他都无所谓 我真的还能hold得住 我一个足够了 我一个足够了 我们接下来第二位要搬入住的女生 也到了 創作剧家的音乐大世界 有请 蔡剑牙 蔡剑牙 蔡剑 蔡剑 剑牙 蔡剑 wolf 排寸温ut 涵 春 成立卻又不太了解 只憑执著你 像我在影子裡的束縛 卻又像風中無助 像說晚上算分的 像誰以為 竟愛不是受的 無所感濺 該怎麼只形容你最貼切 但是能跟你做比較 只算特別 對你的感覺 情緒 卻又不太了解 只憑执著你 像我在影子裡的束縛 卻又像風中無助 像說晚上算分的 像誰以為 竟愛不是受的 我愛你有種 我愛你有種 我愛有心的衝突 我望墜落 又擁有我退路 你都不讓我 停止這種追逐 我愛你 負責 我愛你 太過分了 她開門 кий歌 債伴 我工作 在作為 跟人家有多辛亥 你会比较喜欢这种安安静静唱歌的感觉 还是就是歌迷歌 就是像刚才一样 才对呀才对呀 我超喜欢这种的 对 就是越热闹 越爱我 越多掌声 然后我整个就是很high 你变了 我真的变了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记得好多好多年前 你做第一场歌友会 就在那边那个棚 在湖南台 然后就是我来主持 你那时候还蛮害羞的 我很害羞 对 就很紧张 而且会 但是你现在怎么变得掌声越多 你就会越开心呢 对呀 给我越多爱 我唱的越好 对呀 你唱情歌 也给你bebugs 对不对 这个剑 这个甲 这个剑 这个甲 就开始了 现场有很多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听你的歌 大家都喜欢听 佳雅唱什么歌 什么 什么歌 我听到《无敌豆》 《无敌豆》 他最喜欢听歌 前三名 空白格 这个好听啊 最高歌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想你是爱我的 我想你也说不得 还是怎么说 总觉得 我们之间 流浪太难过来的 也许你不是我的 还有啊 哇 这么长 还有你却又该要唱下去了 他今天过去了 这插不得了 还有啊 那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 有很多人说啊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喜欢上蔡健雅 是因为你的年龄还没有到 对 没错 还没有到失恋的年龄 一定要到已经月丽了以后 我只是听说很多就是在宿舍生活的同学们 常常会躲在他们的房间 特别是失恋的时候 很爱听我的歌 挺哭啊 聊伤歌曲 也没有特别 其实就感觉我一直在失恋就是 真的自己过来人的事 对 只能怪自己 看起来您本身不是学音乐的 不是 完全不是 您学的是 工商 工商 哇 蓝牆商 通常都是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你那么有才华 我最不经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在我中学的时候 就随便参加了一个全国的比赛 然后就轻而易举得了第二名 随便参加一个比赛 没有到冠军 但是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还蛮有才华 前三名嘛 前三名很重要 三个队参加比赛拿了第二名 你才信心 三个队参加比赛 那个是我一开始发现 我还蛮喜欢唱歌 但我那时候反而是一个dancer 啊 你是一个dancer dancer 我已经很会跳舞 真的假的 那您那时候当dancer的时候 是不是前面有人唱歌 然后你在后面伴舞 对 其实很难想象的吗 这是什么类型的舞蹈 三老百姓 什么之类的 什么阶子啊 踢踏舞啊 踢踏舞啊 就是他在前面唱歌 你在后面踢踏 踢踏舞啊 别踢踏踏舞啊 那个时候爆款的舞蹈动作是什么 我帮你拿一下 他就是一个 哦 对对对 就往前 等他 等他 这个我不晓得叫什么 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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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你打我呀 你打我呀 你打你 你打我呀 後來結識了一些好朋友 姚千應該是對影響比較大 非常非常重大 因為我出道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叛逆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大家都在唱情歌 結果我就不能唱 我就偏不要唱 我就會唱那種 你快走開 與你無關 那種歌名的歌 我第一次收到姚千的歌詞的時候 我當時的中文非常非常不好 非常的基本 姚千寫的那個歌詞 我瞬間好像突然間明白那個歌詞 好像我突然間中文變得很好 然後就深深的被感動 大通任督二慢了 開了天眼 歌詞是不是對於歌手來說就很重要 像是吧應該很重要吧 就 我覺得啊就肯定重要啊 因為那個是故事是詞嘛 對吧 要碰到一個特別棒的那個寫詞的那個 我愛你愛著你就像老鼠 愛大名 愛你 你一下子能夠引起很多故名和聯想 後來還有一個 宗盛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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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身秋 沒事沒事 今天他獲生日 怎麼招都行 生日快樂了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謝謝 怎麼招都行 你做任何事情我們都原諒你 因為我們都知道啊 宗盛大哥自己做這個吉他嘛 對 李吉他 李吉他 他的好多朋友像華健什麼的 都不會開口說 你送我一台都不會 他不會 居然他送了你 我的天啊 對 而且是在新加坡的一個主線演唱會 在電視機 他還送了一台電視機 不是 電視機前 電視機前 結尾的時候他就說 我要把我身上的這把吉他送給我 非常非常欣賞的一位新加坡女歌手 然後就太近了 我在後台整個是嚇到 然後拼命的就往前跑 對 就是那種淚流滿面那種 是不是剛才用的那一把 沒錯就是那一把 就是那一把 對 應該已經有十八年了 其實泰雅呢 這個在舞台上 充滿著魅力在生活當中 也是一個家務小能手 從小就幫媽媽做四起 很多事情 你比較喜歡做哪些家務 掃地然後鋪床單 我很喜歡鋪床單 但我最喜歡是什麼呢 就是接電線 就是像一種音響系統啊 電視啊 或者說電腦 好奇怪喔 非常男生的一個怪癖 你所有的家務當中 你最喜歡做什麼 我最喜歡啊 做的家務 我最喜歡睡覺對不對 我拆塊地也拆得特別好 因為都是我定的 做家務拆塊地 拆塊地 我掃地拖地 很好玩 對嗎 對 掃地拖地也挺累的 是吧 其實那個鋪床單是挺難的耶 對啊 我真的是可以一個人 然後你就四個腳球 全都對齊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每一個角落都要拉得很緊 然後沒有皺紋 沒錯 是不是 有嗎 你看 你指的地方 大家一個都沒補過床單 是不是 是不是 對啊 好像沒有一個人 喜歡做這些事情 那這段時間 生活的重心 是做什麼 考甜點 而且還深夜放毒 發給朋友 那個是我比較變態的一面 我喜歡就是 特別是過了凌晨十二點 然後開始烤一些法式甜點 而且要烤的就是很完美 就是為了賣早點能敵一波賣的 之類的 然後就是打燈 然後就是拍的 很好看 手機要找好的角度 拍好了 然後就上傳 而且剛好就是大家快睡著的時候 就是深夜放毒 就是餓得不行 我困了嗎 對 我喜歡送給我圈妹特別瘦的朋友 蔡依林 吳清風 天啊 就是我保持我苗條身材的方式 但是他們都有不同的工作 我叫小鈴 應該都會寄給他 他夜裡都給吃了 送給小鈴知道 看起來呢 在十月二十九號呢 會在北京 然後十二月三號 會在上海開演唱會 開演唱會 開演唱會 過去看啊 那你會不會在演唱會的現場 給大家分享一些甜點 誒 或者一邊唱一邊坐 有一場演唱會呢 就是完全沒有告知任何人 然後我就把幾包的小甜點 塞在就是椅子底下 就是觀眾席的底下 唱完一首歌 唱完以後你來宣布的時候 你發現你 請你們現在就是彎下腰看椅子底下 我一包啊 他們真的就是找到幾包那個小甜點 這次北京還有上海演唱會 十月二十九跟十二月三 來就是了 來就是了 肯定會有特別的小心思和小安慰 沒錯 預祝演唱會能夠圓滿成功 圓滿成功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有請奇妙能力歌者 陳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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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容着喜欢的 讨厌的 宠溺的 眼圈的 一个个 慢慢暖淡 纵容着人心的 碎的 放肆的 轻易的 将所有换做侵犯 不应该害心乱不淡 太死斑不过了 换动着肆无忌惮 不应该生气了 死心了 放手了 端甜了 无可奈何不奈犯 人游着你多想 我追赶你走散 我呼喊是谁在反反而谈 人游着你来了 你笑了 你走了 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担 不明白才存了 没用了 多余了 不必了 偷懒也在受尽散 不明白 谁能忍 谁无得 谁哭奔 谁记得 无辜不知所依然 爱不命 无患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家都会以为是艺名 但是如果是起艺名的话 可能要再文艺点吧 把陈子也换掉 换成 换成比较文艺的姓安之类的 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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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非说古文艺 叫陈大壮不说文艺 其实 您在来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 哇 你们请到了陈丽 我说对啊 怎么啦 这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 对对对 没怎么接触过 代表天天向上 让所有的观众朋友 感谢你的到来啊 谢谢 谢谢 因为他的歌 在朋友圈里有通常的转 是 好多好多朋友 就是那个奇妙能力歌嘛 来了 就是这个歌 漂亮 都会啊 生命之外还有生命 我都会唱 我知道风里有时机 你也会 但是我一直想问一个 一个问题还有 那奇妙能力歌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奇妙能力歌 我以为是那种歌曲 那种类型的 比如说 红豆 大红豆 奇妙能力 给我能量 对 听到 生命快乐 对对对 过香热 过香热 谢谢 怎么着都原谅她 怎么着都原谅她 但是听到这个歌曲以后 是那么舒缓 有情调的一首歌 你第一次听陈丽的歌 你想象当中 唱这个歌的女孩子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肯定是那种文艺女青年 这四个字太笼统了 东白嘛 就是那种很温柔啊 然后自己的小想法 新出的发型 应该是那个 空气流海的 长发极药的那种 走哪儿都被儿推那种 怎么 那种 谁啊 陈丽可以算是非常高 高产的原创歌手 两年出了两张专辑 二十多首原创歌曲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 突然间一下就 光当就这么火了 其实没有 当时做音乐 就做好了很快的心理准备 那你最坏的心理准备是 开个小外部之类的 开小外部 小外部 感觉就自己是个国王的感觉 多进一些我代言的那些产品 哇 那就满了已经 你代言的太多了 我爸妈想我的时候 都去小外部看我 陈丽的这个歌词是非常有特点的 很多网友说又像诗 又像说梦话 我们摘几句大家看一下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 想要未知的疯狂 想要声色的张扬 我想要 你 这么直白啊 没有 不是这种 不是你们练的最重要的 这个本来你是写给谁的 就是小白布的一个宣言嘛 不是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 想要未知的疯狂 最后一句一定要唱出来 最后一句一定要唱出来 最后一句我一般都会留给观众唱 那你来 我 你 他天天想唱 当然你如果用你的曲风唱一次 我要是第一句现在喊麦 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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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圆更美的月亮 想要未知的疯狂 看着类似这号 对对对 所以说你自己除了自己写词之外 还收集民间非常厉害的朋友给你写的那些词 然后跟他们成为朋友 其实都是网友 其实一开始都是粉丝 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们就会投稿 那你的方法特别好 我清过之后我也想这么干 就是会请他吃饭 对 就会交朋友吗 你就 就不给钱只交朋友 不给 要给 要给 因为问人家要词 因为交了朋友之后 哥们你还谈什么情 对啊 词拿去用 没有没有没有 改了改了哈 改了改了 开他票吗能开他票吗 陈琳您是哪里人 我是贵州人 我贵州呢 贵州 贵州贵阳 贵州贵阳 木里太阳 啊 我真的不是 哎呀 很高都原谅他啊 很高都原谅他啊 很正常很正常 您是本身是读什么专业的 蔡建雅就不是学音乐的 她是学那个舞蹈专业的 我觉得是行政管理 这也是不他干啊 行政管理还是蛮有用的 那当然 那当然 我们就是一个特别缺乏管理的团队 你管管我们 需要管理 哎 就开始工商管理管着管着 你去唱歌怎么 接触的音乐吗 嗯 就小时候参加学校比赛 也是比赛啊 对对对对 你得的第几名 第一名嘛 第一吗 第一第一名啊 真的啊 第一名是他 终于帮你找到第一名是谁了 你还记得你当时比赛的时候 唱的是什么 但是我 Sexy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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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常说不明白 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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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了汉》 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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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放一些杨玉莹 杨玉莹那歌为什么老呢 杨玉莹怎么了 因为我第一手想到是茶山铁 你会不会唱 我会 来两句 茶山的阿梅强模样 演绎 强模样 十指尖尖才唱 哎呀呀呀呀才唱 还要来吗 还得这样 你呢 我小时候特爱听周华健 周华健所有歌我磁带我全有 还有喜欢听政治话 就觉得政治话唱的每一句歌词 都是人生真理 特别适合我人生 擦肝肋不要问为什么 擦肝肋不要问为什么 异国呢 我就听周杰伦的歌 就是听磁带 你没听过我歌啊 没听过 那就是沙伯德了 那就是这样吧 到了读书以后 那时候你比较喜欢的歌手有哪一些 五百 五百很麦麦 五百 但是有铁汉柔情 还有蔡权老师 对对对 他很早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作品 就是纪念 你要去唱KTV的话就必免 会点会点 原唱在这里你要不要 要要要要 要不要来嘛 来嘛来嘛来唱两句 来 好 女孩子穿这种长裙 然后 还背吉他 背吉他好漂亮 突然啊 这首歌就应该是这样的女孩唱出来 来你们一起啊 纪念好不好 啊 蔡老师谈然后 不习惯就是 是人做的那个 那你要不要 没事 你不要把我当人就可以了 那你要这样啊 好 不能动哦 好 没事 他今天过生日啊 都原谅他 都原谅他 一条线 在时间里面蔓延 唱得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 怕在春天那一遍 你的秋天刚落叶 刚落叶 如果从此不见面 让你平静一想念 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 他的样子已改变 有相伴里的气味 的气味 那段时间 终于发现 那终生爱我的人 都在告别的那天 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哎呀 闹于瞬间 你终于发现 心中的爱和思念 我只是属于自己 曾经拥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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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一集 接下来要到达的好歌手同事也是好室友 是我们的长短发动作 是你 剩的是你 你我的一切 难道是注定 我知道你怎么想 想拥有希望 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我真的没有你想想 想让你跟我不一样 你一轮太阳和幻想 你却直接地对我说 现在的你的笑意有点变化 告诉你我怎么想 想把你拥抱 看着你握住的眼光 纤维的感觉怎样才能去欢笑 三位好像也是同选校 男生的藝術学院 长短发 组合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很随意 举过很多名字 比如说长得丑 长得丑 小眼睛 都是我们的特点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实力派的歌手 但是彼此之间 大家喜欢那种音乐或者是自己擅长的 那种方式不一样 斯汉就是摇滚 1234567 你别来促成我 你别让我难过 这是谁的中国 我比较太啰嗦 为什么唱歌唱赵瑟尔为什么 你别来 为什么会这样 喜欢什么歌 喜欢什么歌 什么类型的 R&B 你比较喜欢谁的 比较喜欢方大同 来一句来一句 方大同 不明不白 不分好歹 都为了爱 爱 爱爱爱 爱爱 不就是那个咱们 就是 转音很厉害 跟 其实这个风铃大是一个意思嘛 哎 一个意思啊 小陈你是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就唱一些 流行的情歌之类的 对一笔你就是我的唯一 两个世界都变形 回去才很容易 他运气多好啊 他一唱就对老师回来了 谢谢 谢谢 运气太好了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 你们都是能够说 特别标准的普通话 为什么一到唱歌就是 我一直才不说 才不说 就为什么一定得这样呢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周杰伦的歌 然后从小唱他的歌 可能就有些影响 我们谁他也是喜欢周杰伦 可能会养成习惯了吧 对有一点那种影响 你唱两句让我们听听 我像着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都是那种 我像着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都是那种牵着 这老汉歌是唱的 我像着这样牵着你 我像着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我像着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我像着这样牵着我的手不放开 还挺有感觉的 是这种唱法 是这种唱法 不说弄死你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会哭嘛 然后他立马就 宝贝你错了 我爱你 好极端 这事已经从我们当时一到封顶线了 所有素质都知道 二年轻人 都是一个好汉三个帮 最近一次你有没有挺身而出 为兄弟们扛什么事 其实最近我们帮晨晨追过一个女孩 她怎么 她腿出问题了吗 她自己追 晨晨这个人平时比较羞涩 然后有一天呢我们一起 小姑娘 那很简单啊 你跟那个女孩说 你跟不跟晨晨好 不跟晨晨好 不跟晨晨好 我们就说她是歌手嘛 准备拍一个MV 觉得你比较适合做女主角 然后那个女孩就毁了我们一句 不要套路我 现在跟着女孩子联系上了吗 对对对 还是在一起 哇 还是成功了 现在就在家拍 对对对对 啊 啊 但是那个MV没拍 自己在家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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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吧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掌声谢谢三位啊 啊 啊 谢谢三位啊 接下来要上场的嘉宾 我们年少相识 一起玩音乐 一起长大 一起前行 他们的歌鼓励了无数的年轻人 他们是 沿难 啊 啊 這個 嗯 啊 我们一下 AE 啊 哈哈 啊 阿 我 是啊 啊 啊 哈哈哈 天天向上合作再继续 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 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 接下来要上场的嘉宾 年少相识 一起玩音乐 一起长大 一起前行 他们的歌鼓励了无数的年轻人 他们是 不一样 那只要我不一样 前期对我来说 就是一杠的杠 我如果对自己妥占 如果对自己说法 这世界也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最美的欲望 一人最疯狂 或者是我自己的身 在我的地方 我和我最好的倔强 我只伤手 绝对不犯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 就算失望 但绝望 我和我 骄傲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的战 在这一次 我曾经过过 就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强 我曾经过过 我曾经过过 就这一次 我和我的倔强 你哭得太累了 你哭得太累了 你伤得太深了 你爱得太傻了 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 所以你听满根 都满了满的根 听的是如桃根 是不是应该 回忆终结束了 不要再问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谁是谁背 谁要推卸谁落 反正错了 反正输了 反正自己 陪自己快乐 我不管你是谁的 谁是你的 我是我的 让心跳 冬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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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活着 我不管站着 坐着 躺着 爬着 都要快乐 让音乐 冬刺冬刺冬刺 快乐 不快乐 不想乐 不懂了 不要不快乐 伤心的人 别听满根 我最怕 过去 主人安静 我最怕 朋友出现的关系 最怕回忆 最怕回忆 就愿翻根 交通着 不平息 最怕 出现 听到你的消息 想念如果会有声音 哭音那是悲伤的哭泣 是稻妒忌 终于让自己疏离 我自己只剩眼泪 还偏不过自己 突然好想你 你会在哪里 过得快乐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梦里的回忆 突然模糊的眼睛 最怕 最怕 空气 突然安静 最怕 朋友 突然的关系 最怕 回忆 突然翻根 交通着 我脾气 最怕 出现 尽到你的消息 最怕 尽到你的消息 最怕 尽到你的消息 再不及格 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 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 聚起回忆一样的天 和你在白天飞 你 你 如果是要 我是爱情 大家清楚哪个方面 我选你哪里演的 哪里演的哪里演的 哪里毕业 那一场变故变小 还永远是你总练 其他可爱可怜 看得客气 可是说怀念 怀念总是主要 怀念不得交接 能回忆通过飘旧 我总是随约到我眼前 我和你留着感情 和这气血在这场边 吃饭我无论如何 一直走到我爱的世界 前面就是哪 不为难哪个世界 我身边你的身边 我的身边不是同一遍 都去真正梦里 放到剪刀事业 这是我望着海边 跟着永远模糊的视线 回路为你有一天 世界真的能遇到追 回忆回你的我感慰 哭起的悠悠的岁月 也许会有一天 世界真的要终点 也要和你聚起 唯一样的甜 何必再干一杯 从周围有一天 我们都变成老天 是你陪我走破一世 你会匆匆的人间 有一天就是今天 今天就是有明天 说出一句 没说对你的感谢 和你再干一杯 再干一杯如愿 和你这么万岁 所以最最好年年 时间都停了 他们都回来了 外面的人啊 等你的来到 再来一点点 等你的来到 今儿的被人喷伤重心了 今天为什么 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我们是五月天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 大家好 好久不见的五月天 带来了他们的新专辑 叫做 新专辑 然后他们回来了 时隔四年七个月发行专辑 为什么这次就要筹备这么久 让大家这么等呢 等着你们一出来 小女孩就哭了 好难受 特别感动 对 其实有两年是花在那个巡演上 巡演啊 对 那后两年就在写这张专辑 那因为想要让他就是尽善尽美 所以就花了一点时间 是perfect的感觉 对不对啊 实际的主意 对 叫自传 我们五个人一起讨论出来 因为其实我们一起玩音乐 然后从出道到现在也19年了 然后就想要用这样子一张专辑 写出我们就是这一路来过程 那其实也代表了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的 不管是年轻人啊中年人 我们曾经在地球上这样子生活过 哇 哇 这主题立的 对 曾经在地球上 把自己当恐龙这么写 哈哈哈 这什么叫我说厉害呢 里面有个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我们不曾相遇 对对对这首歌在毕业六月份的时候一出来好多网友我的天呐就完全就崩溃了 他家里都哭我我床都大了 那其中有个网友其实我们看了大家觉得看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有趣特别感动 好玩好玩 对他说呃他听了这首歌之后他觉得自己都毕业了 因为这是被大家很多人当的毕业歌曲 对对对 但他后面又留了一句话但是我才高一而已 哈哈哈 我们也注意到因为你们的偶像是这个比特斯乐队 比特斯 他们只出了10张专辑 然后这张新专辑是第 第9张 第9张 所以就会说这是倒数第 第2张 第2张 就会是这样吗 会不会是这样真的吗 其实 不能这样 这个未来的事情其实谁也说不准 首先 哇 它不重现的可能 没有呃其实因为呃当初呢 我们出第1张专辑的时候 你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第2张专辑 所以呢 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跟我们偶像一样 可以出到10张的话 那真的是蛮完美的一件事情 嗯 咱们说一直都在 或者说一直都说 对对 这个大家是最大的愿望 啊 对 出到十几年还能够相亲相爱啊 真的出到十几年 你 啊 啊 往时不要再提 差不多了 都多余 你能不能一样啊 五月天对于大家是一种信仰 但是不一样啊 对 你们在这个团里面 各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说是 五个人是一个寝室的话啊 冠佑应该是帮我们搞财务的 哈哈哈 财务 就是针对房东的 每个寝室都会有寝室基金嘛 对 钱交到一个人手上 对 交到冠佑的手上 冠佑老师这个样子 我多年以来 我以为他是来五个天上班的 你知道吗 拿大学 拿公文班 然后跟着拿小股图 看着大妈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他戴着眼镜特别 好 冠佑是负责寝搞财务工作的 是吧 是吧 怪兽应该就是寝室的寝室长 团长嘛 他是团长 团长当时是怎么选出来的 其实是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 抓揪 抓揪 什么复杂的程序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想要强出头 所以其实不好选 都没人愿意 当然好 你就很努力的想出一个办法 猜拳 猜拳 就是猜拳 通过猜拳决定的 猜拳你赢了 输了 输了 输了才当 怪兽从小就是模范生 是什么样的契机 就成为了一个音乐人 其实因为我们都是高中的时候认识人 只是因为跟大家玩 越玩越好玩 其实是我们拖累他 不敢 不要说实话马上 没有 我们听说好像您投这个唱片 小样给音乐公司 同样也是蔡建雅的贵人 不管走到哪个地方 都说你们是他的最爱 李宗盛 李宗盛老师 是 接到李宗盛大哥的电话的时候 他们打电话 你好我是李宗盛 你李宗盛 我还是罗大佑 肯定不相信嘛 好像你们还写了一本书 就是在 就是五月天在 学生时代的 一些故事 叫 放学 下课后 下课后 怪兽家 点名 之所以当这个队长 是因为家里房子大 门都闹 其实也没有挺大啦 但是他最慷慨 拿出自己家的房子 对 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保有自己的隐私 但是怪兽还好 对 没有眼神好 而且周遭的邻居也不多 其实蛮多的 那会不会吵到他们 会喔 其实会啊 但是因为 因为我妈妈都蛮支持我们玩音乐的 所以我妈妈就会帮忙 尊亲牧林这样子 我们家 我们以前都是在我们家排练的 楼底下那个剧委会 大妈大爷带一排人 说哪出事哪这是 然后我们找一个人专门从楼底下看 他只要一路过我们就停 一点事没有 然后他一早就说 没事啊怎么又出来了 就是这样 其实都是要躲 以前都去我们家 因为我们家饭好吃 我们家做饭好吃嘛 好吃 对对对 因为这个事 是这样啊 对 还要造那种隔音版 真的假的 其实我们是自己去做那些隔音的 你们钉备伙嘛 就把自己家的备伙 全都钉一墙全是备伙 我们都是那样的 我们有去买那个西音的 有钱人不一样 他有所长还可以回你 谢谢 对 大上尾就是困了以后睡墙上 对对 好像有被子 对 请市长 您呢 我 小少爷 可以当少爷吗 半来一张口 我可以负责买吃的 晚餐或宵夜的话 这个交给我准没错 出去觅食 对对对 在冠佑这里领钱 对对对 经过请市长批条 出去弄吃的来 是 你的负责是 我就是吃东西的 对我负责吃 然后还有负责监督财务的状况 对对对 监督财务状况 这个防止他坚守自盗 对 应该不适合到发明 放那里还不放心 那这个主唱是怎么定出来的 阿信 我从小吧 其实不算特别会唱歌 所以我去那个 以前有那种合唱团在选人的时候 我去报名 但都没有选上 啊 你到合唱团报名都没选上 人蔡前雅随便报一个 就拿第二名 就是第二名 真的 对 就因为都选了他嘛 就选了他 是 那你这不就当了主唱呢 因为后来我跟怪兽主团 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主唱 那他后来就是 他跟我们那个团体键盘手 一起一起去谈恋爱跑 啊 哦 我跟怪兽那就 那不然还是我唱好了 哈哈 就这么简单 是 就唱俩人了 你唱我唱 你们当时主团的时候 大家 都不愿意做主唱 对啊 对啊 那时候在玩音乐的时候 你就会看 学吉他嘛 吉他手最受欢迎 你会很想要弹吉他 然后再来就是打鼓 因为打鼓很帅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很少人会想要当主唱 对 那时候玩乐队的时候 都会觉得 乐器玩不好的人 才可以去当主唱 哈哈 哈哈 对不起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概念 不敢 你觉得呢 不是 不是 以前都是一边到两个人 一次刀 穿透两个人 对啊 可是后来才发现 哦 我错了 对 是乐器玩的特好 深藏不露的才会去当主唱 我才会去玩 穿穿 你看 还是怕多多主唱 没办法 人在屋檐下 哈哈 哎 阿信自己发表 现在很多自己创作的那个歌曲 已经超过了将近有一百 一百首 一百首 其中包括了这个五月片专辑当中的大部分的词曲 嗯 你写歌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状态 其实到现在我们团有五个人都会写曲 但是他们词还是交给我写 那写的时候我就是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就是慢慢写 哦 对 天雅你写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要躲起来吗 天雅 我也是躲起来 躲哪家 我会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 而且可能十几个小时不出门的那种 哦 而且就是一打开窗的时候 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你写歌的时候要怎么样呢 就基本上是睡觉都睡不了 睡不了觉 就老觉得歌还没写完呢 老差那么一点老是写不好 你觉得睡觉都不应该 对 你就感觉不能睡这个觉 为什么 还没写完呢 那你写歌的时候会不会为了改一张专辑 然后就拼拼拼到最后惊心动魄 词也拿不出来会很紧张 我曾经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专辑在台北的话 都是在那个便利商店预购嘛 那有一天我就买便当吃 对 然后就看到五月天专辑预购 我想说我还有一半还没写呢 御秀的时候歌还没写完 对啊 特别想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单子 那个传单都藏起来 就大家身边买吧 我还没写完呢 那你会不会焦灼那一下 焦虑啊 会觉得就是有点紧张 就感觉 卖家怎么老不发货啊 对不对啊 那种感觉 他是五月天专的这个 贝斯 在乐团里面这个贝斯手是一个 什么样的存在 贝斯其实就是一个 观众不晓得你在干嘛 然后 台上也 也没有什么事好干的 好像是 大家常说我是背着琴在台上跳舞 这样子 然后大家不太知道贝斯在干嘛 不是 各位听鼓点能造起来全靠贝斯 因为贝斯是节奏跟鼓仔一起 最重要的部分 这是有表现力的好像是他们几位 吉他可以 对 对对对 那是个人性格 贝斯就 不是 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说 你的意思是说 他弹贝斯只是被挡肚气而怕遮风而已 我常常在台上觉得我动作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有时候转头一看到两个吉他手 我还是觉得我插他们一大眼 你从出道一开始 你的这种发型就是这个样子 有啦 中间有一度剪很短 然后还有烫卷 其实我发型的变化算多 只是我一直都尽量让他去长发 比较偏爱的这种发型 我很怕我常就是会跟其他人大家会认错 所以 就有个长头把 大家就炸那个长头把的就是马莎 马莎跟17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越来越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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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一个 谁啊 谁啊 从一个小青年变成了老司机 是吧 我听懂了啦 我听懂了 没有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演唱会 或者是那个上那个广播节目的时候 就大家会互相就是 开玩笑 会开玩笑 会讲笑话 那有些笑话是 就是大人才能听的笑话 好 那你讲讲看他们 我们赶快把话题转开 好 对对对 我很以为韩哥一转身 那你讲讲看大人能讲笑话 我们都没听过 大人能讲的笑话 他们有哪些没有变化 我觉得个性上基本上都没什么变 虽然就是看起来有人可能越来越帅 有的人看起来有爸爸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最没有变的应该是那种个性 有时候我看到他们还是跟小朋友一样 讲好听一点是同心为民 难听一点就是幼稚 这样 我发现你现在讲话越来越厉害了 著名的捕刀王 应该是这样 你最喜欢跟团里面的哪个人开玩笑 罐佑吧 啊 就喜欢欺负老人 不不 不是欺负老人 就是他其实在 他其实在团里是个开心股 然后脾气又最好 然后因为鼓跟贝斯在台上需要 对对对 你们两个对啊 有误动 所以我是利用这种开他玩笑的方式 来培养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 这样 他是怎么说你恨他吗 你会生气吗 我不大会生气 因为我快要打量 快要打量 蛤 蛤 蛤 我以前其实话说的比较少这样 那这一阵子就比较 这一阵子你怎么了 开光了 表现欲很强 开放 那最近就是会想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 就会想说多跟大家分享这样 就会说比较多 就会说比较多 咱聊聊没有来的那个石头的事好不好 反正他也没来嘛 是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火爆的 我们高中是在学校有一次不知道跟谁吵架 还是失恋的样子 然后把那个走廊旁的一大面镜子整个 大碎 大碎 因为他的女朋友经常在那照镜子 这我就不晓得 我连他那时候女朋友是谁我都不知道 太不关心他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 睡醒他 因为有太多选择 很多 对对对 传闻中不少 传闻中不少 石头但是现在变得很温柔了 就是注重健康 他很喜欢运动 尤其是骑车 对 骑车 因为注重健康的人会特别注重饮食 工作人员里面很多女性的朋友嘛 然后他就提醒 就是如果有人要吃甜点的话 你现在适合吃这个吗 表情也是这样吗 就是很温柔 然后如果真的吃了他就会继续说 你是不是放弃自己了 那表情还是很温柔 这人多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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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片准备大家吐槽是最不默契的一个组合 我们到底要看看他们有多么的默契或者是不默契好不好 好 接下来来快问快答一下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五月天里最晒的人是谁 开始 这一刻更清晰 前期OPPO R9S 你好快 天气颜色 稍后看 电视 音乐一响起 我们玩一次大的要不要 要 好 拉钩 拍照拍照 天天向上合作或 继续 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 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 接下来快问快答一下 好 第一个问题 请问五月天里最晒的人是谁 开始 三票 三票是冠佑 其实 为什么 冠佑是 他不是那种一般女生眼中的那种 外表的帅 他那种魅力是 真的要相处过 你才会发现 如果是女生就要受不了 阿信为什么你会 因为我觉得 团理就是他戴眼镜吧 对 温慈彬彬 大家看这个衣冠 衣冠 衣冠 你看他的目光 目光 目光 接下来啊 请问 五月天里最爱哭的人是谁 梅来 石头 梅来 他一般会为了什么事情哭 他很容易受感动 应该怎么说 内心很柔的 对 内心非常的感性 就是譬如说 我们前陣子还在回顾 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滚石唱片 送了我们一间录音室 是 我在台上 一听到这个消息 当场爆哭 哭到跪在地上 很会感动 对 但是在人前哭成那样子 我倒是 有点讶异 对 好 请问 五月天里面谁最讲义气 好 哦 统一的最讲 最讲当然 最讲肯定最讲义气 讲一讲 最讲义气的一件事情 哦真的很多 我想一下 蛤 到底有没有 有有有 有啦有有有 有有 还说嘛 还会不好 还在思索 那就赶快讲了 因为有啦有啦 以前就是我们练 要练团的时候 团长都会负责通知大家 一般就打电话 但是有一次他马斯拉就是 电话怎么打都没人接 他就骑车 骑了半小时 骑到马萨家门口 等他回家 就是为了要通知他要联系 所以说想为什么当时没有接电话 当时没有人有手机啊 没有在家里的 那你那天是不是去约会 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 再说就只能告诉你 当时在隔壁 其实我觉得他们算是很默契的 对啊 但是现在的这些粉丝也很厉害 就是舞台背后的事情 居然他们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对啊 有点可怕 我相信你 都把你们当儿子看 是那种感觉 不是这样吗 他都是女孩 都是有疼儿子的心 那种感觉 是吗 我觉得是 不是哈 大张北 你是不是这样 就是你的女粉丝 对对对 都是我干妈来了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对对对 我们的问题就不要问了吧 我们天天兄弟 也就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们根本就没有默契 对 对很多人都形容啊 你包括我们导演组的 很多年轻的这些导演 女导演们都说 吴月天影响了自己的青春 我记得那段时间有一首歌 红到不得了 什么歌 I-I-N-G I-B-I-N-G 就让人像是坐上一盘车机 I-I-I-N-G 对对 特别向上的感觉 很积极很向上 你们都会吴月天的歌吗 你们都会 其实就是还蛮有故事的 因为我十三四岁那年 就是祝你一天长大的 然后当时就特别喜欢 吴月天两首歌 第一首叫 我爱你 我愛你喔 世上的君以煩惱 煩惱著無情的風無情的路 做愛咱的路 我愛你修 我愛你喔 驚日本 驚我相守著 我一心唯一的希望 又逗你快樂 我愛你 愛你 愛你 我愛你 愛你 愛你 這邊在唱的時候 那邊床上三個男孩子也跟著一起唱 對 都會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把五月天 和自己的青春就這麼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我想是因為其實我們五個人 也是從二十幾歲就跟大家開始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們生命中有哪些歷程 那我們寫的歌曲就是很大部分 反映了我們怎麼生活過來 怎麼長大的 所以大家就有共鳴 對 那你們在自己的青春期的時候 比如說像他那種十三四歲十五六歲的時候 你們是聽誰的歌 以前很喜歡王傑 王傑是誰啊 王傑 就讓一場用心 一場夢 就那樣啊 一場夢 我夢 好 秦鋒 你趕快想一首王傑的歌 你嘛 還有一場夢 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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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中地中 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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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至於啦 其他呢 怪獸你當時喜歡聽誰的歌 第一場 CD是羅大佑 直入則野 冠佑你那個時候 那時候 張雨生 天天香米 天天香米 我以前都聽那個李宗盛大哥的歌 你看整個團裡面還是你最會補一下 你說四五個人啊都說了半天都沒有說到宗盛大哥的歌 其實大家都有聽 大家都有聽 每個人是這樣 從你開始終勝大哥的歌 你唱兩句表示真的 對 曾經為愛受委屈 不能再逃避 後面呢 不會 讓終著雨 讓我陪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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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情緒 好 王傑的歌 不要添什麼分離 我不會因為這樣而在遇 那只是昨夜的一場遊戲 王傑唱歌跟一中天是一個事 沒有人們婚禮 人家這個是呼槍 那個時候很迷人的 我知道 小時候都喜歡聽 羅大葉 我不是羅大葉 你是那個 張宇生 張宇生 我知道你是慣佑 張宇生 張宇生 張宇生音特別高 張宇生 他不是這個Key 不是那個Key 對啊對啊對啊 天天想你 想你 天天想你 天天我自己 我都翻翻牙了 哇 你當時在寝室裡面 肯定奧了不少他們的錢 否則的話不會這麼報復你 不太用 露卡小勝 台北不是我家 他不是這個Key 對對 不會吧 不會吧 他的Key很高 台北不是我 那麼輕易還能不能 請觀眾表演看看 對 很聽劇 他們新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叫做任意門 任意門 對 記錄了我們五月天他們自己的一些青春大世界 對 滿滿的都是意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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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啊 哦 二樓前座 那個是指的 怪獸家就這裡啊 對 怪獸家 對 人家在二樓前座哈 啊 和高雄學弟當時看不順眼 看不順眼 神總和馬殺都是阿信怪獸的學弟 他們互相都看對方不順眼 哎 為什麼會看不順眼 高中的時候我跟石頭是死對頭 因為那時候我是社長他是副社長 然後每次我們 權力之爭 對 不是權力 純粹是 就看不順眼 就單純的看不順眼 單純的 對 就是每次開會我提什麼意見 他都提反對 兩個人怎麼一上來 看不順眼 為什麼 這樣叫看對眼 看不順眼 看不順眼是 翻白眼 就這樣啊 對對對 我們高中的時候幾乎不講話 一個社長一個副社長 在這麼多社員面前兩個人就這麼 肩膀要不要撞一下呢 那種 這樣還蠻Man的 但是我們都沒有這樣 他們都沒有 對 就這麼多是吧 七號公園 故事登場 就是到時候 三月 就是他們三月份 初端集的第一次演出嘛 對不對 哦 那等於明年 二十多年 要不要那麼大的 還要多大的 就這樣吧 我們邀約一下嘛 明年二十年的時候 三月二十九號 我們玩一次大的要不要 過 那就把整個門口停車場 全都給包了對不對 全 演唱會造起來了 全包下來玩個大的 怎麼樣怎麼樣 蠻嗨的 蠻嗨的 來 拉勾 來 拉勾 拉勾 拍照 拍照 拉勾 蓋照 好 拉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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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還是你們對不對 留住今天的票 還來一會兒太棒了 還來一會兒 還來一會兒 會不會時間上發生一些小矛盾 怪獸是挺能熬夜的 我們一起熬過夜 沒錯 還有故事 必須的嘛 老婆 好奇怪 兩個男生一起熬夜 不可以嗎 當然沒有叫你 不好意思 不會 很好奇 你們會不會有熬夜會做音樂會怎麼樣 專業在熬夜的 專業熬夜的 專業熬夜 非常專業 我們從那個高中的時候 其實就特別喜歡聽音樂 所以好像晚上都是 就是名義上在念書 其實都在聽音樂 就是 大人念書的幌子 因為很多種經典了解 就是 來不及聽 所以我們就半夜聽 然後後來呢 就是開始組團 我們就熬夜 就是做音樂 一起就是熬到天亮的時候 然後大家一起去吃早餐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新的 哦 非常的辛苦 你看看這個 我呀 我都差不多得了 就是那個 您倒是不講究啊 差不多得了 不是 因為寫歌都自己寫啊 你們是排練要排到早上 早上起來啊 除了排練還有做音樂 也就是錄音 哦 因為在做歌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 時間已經到的時候 對 我都提點了啊 沒錯 早上寫了都是這種感覺啊 裡面還有個歌詞叫做 無名高地到鳥巢的十年 一路鋪滿 汗水和淚水 鳥巢我知道這個什麼地方啊 哈哈 無名高地 就北京一個地下樂隊 要演出的地方啊 你們是哪一年在裡面唱歌 那時候我們剛到北京 然後我們就聽說就是有這樣一個 就是有很多樂隊都會在那邊做演出 對 那我們就跟我們那個公司人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到那邊去 演出也認識一些朋友 那當年其實我們在北京 其實還沒有很多人認識 五月天嘛 下面很多人就是 聽慣那種地下音樂 或者搖滾樂 就是看到五月天來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 你們就誤會了 他們看誰都這樣 看誰都這樣 看誰都這樣 你們做什麼都 這種感覺 也不是啊 就是不了解 那幫音樂人 互相不了解 你呢你們唱過嗎 我唱過 我都演過 你們是幾幾年去的 2005年 2005年了 2005年了 你呢 我那點都轉起來發了 都已經都已經 都已經不是那路子了 所以我就不在那兒演了 他們是97年演出嘛 我們98年演出 都是都是在他們在台北嘛 我們是在北京 差不多時間循環 對 2003年在哈爾濱舉辦過這個粉絲的簽名會 來了多少粉絲 哇 十幾個呢 哇塞 太多了 大批十幾位粉絲到場 大批十幾位 那那個活動不是很快就結束了嗎 但是又不能那麼快結束 沒有 我們一直想辦法拖延 就是他們來簽名的時候 我們都說 那麻煩你如果待會兒有空的時間 可不可以再排一次 都是這樣 轉圈的 無限循環 鍛鍊身體 等於那十幾個粉絲 有可能那一場拿了十幾二十個簽名 轉圈的那種 哇 人間有真情 人間有真愛 2003年十幾個粉絲 今天能否來到節目現場呢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2003年十幾個粉絲 今天能否來到節目現場呢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哇 哇 那就怪了 誰在乎這幾十幾個人 哇 那就怪了 拿了十幾個簽名衝出來 那是這樣 電視機前哈爾濱的觀眾 2017年的3月29號 如果說您是當年十幾個粉絲當中的那一位的話 請您跟天天向上節目組聯繫 我們邀您到現場 只要你跟我們聯繫 只要你有足夠的證據 證明你就是當年的十幾個粉絲當中的一個 有多少算多少 但是最多也不過十幾個 對 考慮到節目組的精緻問題 對 明年的3月29號 一定請您坐在第一排 你看還認得出來嗎 反正也聊了一個多小時每個人 說不定有誰還記得 說不定有誰還記得 有幾個可能都認認 就是比如說他跑了一圈的 因為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跟那十幾個粉絲聊了很久 我看應該是他們的家裡的爸爸媽媽 都聊完了 都聊完了 真的假的 我們那個簽名會還辦了大概40分鐘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可以聊多少 哇 聊天的功力很好啊 後來就到了2012年 五月天在那個諾亞方舟了 那一次就大了 去過的請舉手 哦 多去過的 那就明年就不要再來了嘛 啊 那麼大的活動都去過了啊 對 鳥巢20萬人啊 今年在鳥巢的演唱會是 30萬人啊 陳莉也去看了呀 我看第三天 我看第三天 你是30萬分之一 對 對 我的天 什麼感覺 巨星開演唱會 哇 哇 哇 哎 我聽說啊 反正去看五月天的演唱會 從來是沒有坐著看到的 對 對 對 全都是站著的 從頭站到尾 對 就是一首連這一首 每一首都是爆款 就是所有人都會唱 五月天被 就評為這個演唱會之王 唱變了全世界各地的這種音樂聖地 好多歌迷也總結了就是聽 五月天演唱會的注意事項 比如說聽五月天的演唱會 手機要充滿電 哎呦 因為唱這個歌滿天星要去 要去灌 對 要揮舞起來 要唱知足的時候要全場打開 整個 Everybody's in love 真的啊 哇 他們 哇 都帶著啊 哇 你們隨時能打開啊 我都沒這功能 這怎麼按呀 我們現場把燈稍微拉一點點 燈光師深一點 哇 哇 哇 專業漂亮 專業 專業 看演唱會那天如果忘了帶手機怎麼辦 哈哈哈 啊 拿個手袋頭 然後每次謝幕的時候 可以全場狂喊 燈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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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忘記時間 對 因為有些場館它會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對 應該啦 超過的話就會 就 罰款 你們最多一次就是Ankle延長大概 最常被罰應該是香港的紅燈體育館 對 因為 在香港的演唱會都特別晚開始都七點半八點 所以很容易就超時了 就是一分鐘的話就是要罰八分鐘的罰款這樣 噢 跟停車是一樣的 那你們最多一次超多長時間 所以那個我們只要就是超過一分鐘 那主辦方就說我們既然罰了 一分鐘跟十五分鐘一樣的 對 乾脆唱十五分鐘吧 就是 阿倫是一樣 他們在上面唱歌歌迷排隊上來對不對 對 還一個回 轉右直線 我們直接到延長台去走 對 所以這個他們都說這個歌迷跟五月天在台上那種互動 真的就像家人跟朋友一樣 沒錯 就要聊得特別好 所以大家如果小燈燈光燈起來的時候 十足的音樂就響起來 反應很快 你看 除了是艾伦 音乐一响起 马上就 嘚嘚嘚嘚嘚 真的是反应特别的快 收 艾伦都没收住 11月5号 时隔4年会再次来到长沙来开演唱会 有什么期待 最想看到当然是这个现场 就是很多热情的朋友 另外一个就是长沙的 充满回忆的一些小吃 比如说 这个冠佑是长沙菜的专家 每次很期待就是来 又可以吃那个农家炒肉 小龙虾 辣炒黄牛肉什么的 所以说你们去制作的时候 让所有人揮我龙虾好不好 在手里一人拿一小龙虾就揮了 每人举一颗龙虾 对对对 那他们就没有机会唱了 要请四位主持人一起到场 哇 太好了 韩哥 得站三小时啊 站三小时不能做 你都紧着的老腰在那 没体会过啊 感受一下嘛 对不对 带着小妹妹 哎 让大家也感觉一下 对音乐要不要停 我 好反正罚款是罚我们第二排的 对 接下来我们分成男生寝室和女生寝室 好不好 两个阵营继续把歌唱起来 要不要 对 因为女生寝室的人比较少 所以除了我之外 天天兄弟去帮女生寝室 好不好 太好了 好 好 这一刻 更清晰 全机开着手机OPPO89S 提醒关注 稍后太平 还有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 叮叮叮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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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那些年惊叶到你的人 来了 我的天哪 新鲜为什么疯狂游戏 也来了 娱乐圈牵扯盛广的头条 也要来了 星期五万 我们来了 新鲜有营养的叶子面膜 欢迎大家收看叶子面膜天天上 继续把歌唱起来有没有 耶 对因为女生寝室的人比较少 所以除了我之外 天天兄弟去帮女生寝室好不好 太好了 好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 音乐类的互动 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 歌唱接力 那就会选一个主题 例如说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是鼠牛虎兔这样 等等等等 例如说现在我们 我们起头就要唱的歌 就是歌里面有鼠的歌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要唱 歌里面有牛的歌 然后这边就要唱有兔的歌 对 那我们冠右先示范 首先是跟鼠有关的 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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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我是不是这个对的 我要不然早就来了 牛 牛 牛 那是九月九 牛 牛牛牛牛牛牛啊牛 干嘛呢 这是买房的这是 怎么跟猪 你照 来了来了 牛儿在山上吃一草 放牛的孩子 放牛的血不让哪儿去聊 是不是看玩耍丢了牛 放牛比孩子 王儿小 牛牛后面 老虎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兔兔 小兔子乖乖 你把门开开 你这么做的 就不开 妈妈没回来 就不把门开 来 下一个是什么 龙 龙龙成立 我是一条小青龙 小青龙 小青龙 我要取得小秘密 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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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好龙龙龙蛇 蛇蛇 蛇会场 快拿了啊 行行行来行 行蛇 可以了来啊 蛇 蛇 虽然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这个厉害了 马 白龙马天上起 偷着他在藏 喝着山谷地 马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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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爱 你是我最爱 以最深处的秘密 如果你也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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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没有羊 这个是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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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羊 说你叫羊 那里面没有羊 没有羊 这样不行吗 人尽是五月天 什么都行好不好 好 羊后面是什么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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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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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猴 猴 狗 狗 猴 猴 Here we go 啊嘞啊嘞啊嘞 祝 你 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感报时的你总在这脾气扭扭 好 这一局分布出胜负 接下来Tenya来出一个题好不好 不如我们来玩 蝶被子 蝶被子 比赛蝶被子 Tenya和陈丽 跟五月天的两位成员PK 叠被子 套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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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两个 两个人 好好好 马拉官邮 鼓手加被子 被子手是套被子的手 加油 預備 看呀 这边真的是高手 不紧不慢 这个套被子的关键呢 就是先要找到两个脚 要找到两个脚 一颗心不动不动 断放掉 一颗心不动不动 一颗心不动 断放掉 一颗心不动 走 困惊自己一秒 it's beautiful so beautiful 这个脚 拉拉链 慢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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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又 超 掉了 掉了 要折好 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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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不对 哎呀 哎呀 垮了 垮了 蔡建雅小姐 你号称是折被子的高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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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成方的 你这被子叠得跟称豪似的 你们这被我折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最后一个折被子 好像折出的是一种 特别难得的温暖 大家就在这个地方 享受了很好的音乐 其实音乐不管从什么时候 开始热爱都不算晚 因为有场上的每一位嘉宾 才会让音乐变得 非常非常的迷人 可爱 你看在这个时候 你们会在结束之前 大喊两个什么字啊 安 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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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首好听的歌 好听的歌 我相信苦涩的眼泪 我不是甜蜜的誓言 我相信音樂就改變 我相信愛情的純粹 我不是華麗的詩詠 我相信人類的成片 我不是無聲的可惜 我相信渺渺的瞬間 我不是念念的勇敢 我相信要滾就能萬歲 我賺給你的嘴 oh eh oh eh 再不管你是誰 oh eh oh eh 人生都太短暫 別想別怕別後退 現在就是永遠 深深的那一年 oh eh oh eh 今天就這一切 oh eh oh eh 人生都太短暫 去抱去愛去浪費 帶我再唱 oh eh oh eh 一起唱 oh e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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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生都太短暫 好 天生 天天向上合作伙伴 这一刻更清晰 全新拍照手机OPPO R9s 一天天向上 现在继续 新鲜有营养的一叶子面膜 欢迎大家收看一叶子面膜天天向上 摇滚时节优秀开幕 两道摇滚唱将魅力开战 永远永远都放手于花 今天天天拥拆了你最后 迎前绷飞碎 哇 重要黄老师 每一个人的运气就那么多 但是在他身上画光了 真的用光了 今天看到他记着 我觉得好可爱 开心嘛 好可爱吧 那几天下周五晚 天天向上 爱上摇滚 燃起来 牙尾巴又牙尽会地动 再次感谢大家送到我们这一叶子面膜 天天上来也感谢OPPO拍照手机 对一叶子面膜 都很开心 天天的完美